- 早 - 早 - 早 - 今天狀態不只長不好 - 不好怎麼辦 -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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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有點下雨 - 早 - 早 - 走一條 - 走一條 - 我喜歡高一點 - 我喜歡做高一點 - 視野方 - 呃 - 軟件 - OK了 - 說一下你的壞習慣 - 我壞習慣就是過路口要 - 煞車 - 還有就是過路口呢 - 不不習慣看 - 晚左右看 - 晚左右看 - 放火上網了 - 哈哈 - 說你這個還是不回頭 - 啊 - 還是不回頭啊 - 嗯 - 哎呦 - 怕是回頭有點緊張 - 或者說 - 它編道就是不著急 - 你編道不能著急 - 可能我就理解錯了 - 知道嗎 - 它叫你編道 - 它叫你編道 - 不是說馬上就編道 - 滾不出去 - 它叫你編道的時候是 - 你要觀察看 - 然後回過頭來 - 再正著編道 - 知道吧 - 嗯 - 它英文叫over shoulder - 那個英文意思就是 - 過肩看 - 就是真正的扭頭 - 嗯 - 前面剎車紅綠燈亮了 - 你可以不編道 - 不是非編不可 - 知道吧 - 像這個地方 - 我們左左腕拐不進去 - 必須得等它走開 - 就這一點點 - 你壓到黃線就死掉了 - 口罐 - 對 停車一下 - 沒有啊 - 走 - 直接扭到 - 手不動 - 放鬆速度 - 它右轉還要扣右 - 你這個不算太扣右 - 加油 - 往前方路口Right turn - 和好 - 你要按節奏 - 你要按節奏 - 就是說我的方法就是 - 三二一 - 然後前進 - 對 - 往這邊看 - 停下來以後 - 再看這邊有沒有行人過馬路 - 只關心這一項就好了 - OK - GO - 然後再也不看那邊 - 就直接看這個方向 - 就是自行車共用道 - 就是和汽車共用道 - 這個是不用避開自行車的 - 來 向左換道 - 哎 - 帶勁 - 好 Left turn - 下車 - 再重一點 - 再重一點 - 把它降回15的速度 - 我跟你講一下 - 這個考場那個有考官會說 - Do you know how to make a U-turn? - 就說你會不會U-turn啊 - 你要回答會 - 然後就 - U-turn - 掉頭回去了 - 掉頭了 - 不然它會 - 進到社區裡 - 然後拐個圈再回來 - 反正就麻煩一點 - 對吧 - 這個U-turn呢 - 你拐到最外島 - 或中間島 - 它三個島 - 外邊那個島 - 好吧 - 開始行動 - 先走到中間一樣 - 回頭看 - 牛 - 不要使勁 - 鬆油門一點 - 慢慢的找到最外邊這個島 - 對 - 回來回來回來 - 對 - 對 - 非常漂亮 - 歐耶 - 謝謝 - 謝謝教練 - 我可以向左換刀 - 鬆一點油門 - 不要刷車 - 有點超速 - 再換 - 打左燈 - 回頭 - 有點快了 - No - 煞車了 - 煞車了 - 給在這兒Right turn - 直接過 - 放鬆 - 放鬆 - 推推推推 - 哎這就對了 - 速度還是有點快 - 但是還可以接受 - 謝謝 - 十四的速度 - 謝謝 - 前方這left turn - 先看到左 - 看到左 - 看到了 - 再看右 - 走 - 走 - 走啊走啊走 - 我給你加油了 - 所以你看到兩邊都看清了 - 你就可以動了 - 你也可以稍稍有點停頓 - 知道吧 - 就直面來車要讓 - 這是關鍵 - 對 - 煞車太早了 - 知道吧 - 慢下來再慢點 - 死住 - 全放鬆 - 好了 - 對 - 在這個車道上 - 車子很快 - 十四的車子很快 - 這邊走 - 走嘍 - 有點下雨了 - 前方 - 下雨了 考试就要开始了 下小冰雹了 推的不够 踩点刹车 前进一步 现在考试的只有我们一步车 大概走到这个位置了 停 对 考试开始呢 我们就停轿 居民区不要开15的速度 20到25之间 两个stop 停两次 四个stop 停一次 右转100%回头 右转 左转基本上不回头 大马路上是红绿灯左右转都回头 中间道也回头 知道吧 这中间空出来的 然后大马路 大马路上的绿灯左转 一定有转弯口 不要进中间道 知道吧 就是人家有白线 那个转弯线 一定要拐进那个线 从那个口进 除非那个要中间道走 变道不要刹车 变道要保持原来速度 甚至你加点油 你抄点速 人家才觉得安全 知道吧 这是最关键的 还有什么 变道一定要回头 旁边有车 你就先让它走 就像高速公众一样 先让它过去 再变道 你实在变不了 你就不要变道了 可能你就变成改变路线 考官也让你往前走了 回来DNA这个位置 一定要回头 自行车道 它所有的大马路上 都有自行车道 你就都回头 这是关键 你刹车现在已经很好了 刹车压线 进来的时候就反正五麦 应该满快 对一开进来 马上变五 马上缓慢的进 能够车位就行了 对就好了 你在这个 就进DNA这个公交站 你不要太早 你太早刹车 知道吧 你好像过了红绿灯 再急刹甩进来 知道吧 那是怎么样呢 怎么 什么时候刹呢 你就过了这个红绿灯 它会提早说的 但你不能在 还没到红绿灯的时候 就刹车了 就落差太大了 知道吧 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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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